这是一座完全有巧克力建造的宫殿 里面有一百个房间 砖头是巧克力块 混凝土是巧克力酱 所有墙壁天花板甚至是地毯家具 全都是巧克力做的 印度王子非常满意 跟爱飞开心地住了进去 结果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 这一天 烈日当空 晒得要命 一滴巧克力滴在王子额头上 然后 这座巧克力宫殿的设计师 是一个叫威力旺卡的男人 这个人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他做出来的魔法糖果 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 旺卡建造了全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工厂 但没开多久就关闭了 因为有不良商人嫉妒他 为了窃取他的秘密配方 悄悄混进了工人队伍里 旺卡因此辞退了所有工人 宣布永远关闭工厂的大门 但最近大家发现 巧克力工厂再次恢复了运作 可奇怪的是 里面源源不断地运出巧克力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 从工厂的大门进出 难道里面没有工人吗 那巧克力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在所有人眼里 这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而这一天 解开谜底的机会来了 大街上突然贴满告示 说威力旺卡在出产的巧克力包装中 分别藏了五张金卷 中奖的五位小朋友 将有机会参观神秘的巧克力工厂 并且 其中一位在参观结束后 会获得一个超乎想象的神秘大奖 这五块金卷巧克力 分散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这个消息公布后 威力旺卡牌的巧克力 引发了全世界的疯抢 所有孩子都想要去到 巧克力工厂内部一探究竟 这个长着一张一身脸 有点眼熟的小男孩也不例外 他叫查理 是威力旺卡的忠实粉丝 他爷爷曾经是巧克力工厂的员工 查理在耳容目染下 一直对巧克力工厂抱有强烈的向往 但因为家里穷 查理一年只有在生日这天 才有机会吃一次巧克力 全家人的欧气都集中到这块巧克力上了 查理慢慢拆开包装 可惜奇迹并没有发生 但爷爷不忍心看到查理失望 第二天他拿出了唯一的私房钱 决定让孙子再碰一次运气 查理买了第二块巧克力 爷孙两人同时打开 希望再次落空 很快根据电视新闻报道 四位中奖的幸运而已 已经诞生 机会越来越渺茫 查理看着巨大的巧克力工厂发呆 结果就在回家的路上 他捡到了一张纸币 这也许是上天给他最后的机会 查理兴奋地冲向最近的商店 再买了一块巧克力 这一次他摸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么另外四个被选招的孩子 分别是谁呢 接着往下看 这个小女孩刚满十岁 三两下就能把两个成年男子打得不省人事 他天神真强好胜 你看他的奖杯 多到斩架都放不下了 什么事他都要争个第一 连搅口香糖也是 他嘴里的这块口香糖 已经搅了整整三个月 刷新了世界记录 而这次在全世界选五名小孩 参观巧克力工厂的机会 他当然也不放过 也许他真的自带buff 很轻松地就拿到了金券 成为了幸运儿之一 其他几个孩子分别是小胖 富家千金 天才少年 以及查理 小胖能拿到金券 是因为吃的足够多 属于干地 富家千金的老爸 买下了当地所有巧克力 让工人停下原本的工作 日夜不停地找金券 属于客金大佬 天才少年开口闭口 就是量子力学 从巧克力的制造日期推算 加上天气的影响 还有日经指数的导数值 他硬是算出了金券所在 属于技术大佬 而我们的主人公查理 是唯一一个纯靠运气中奖的 这就是欧黄啊 快来猛吸一口欧气 但作为威力旺卡的忠实粉丝 查理拿到金券后 却这样说 原来他爸爸失业之后 家里生活过得很紧张 所以他打算把金券高价卖掉 但爷爷却鼓励他 钱没了可以再赚 但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 可能真的就不会再有 参观的日子到了 巧克力工厂的大门缓缓打开 每个中奖的小孩 都可以带着一位监护人 进入到内部参观一整天 经过一段诡异的木偶表演之后 一个造型奇特的男人出现了 他就是工厂的主人 威力旺卡 旺卡打开大门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一个色彩缤纷的花园出现在眼前 瀑布与河流都是巧克力 还有一群小矮人在努力工作 而他们是旺卡历经千辛万苦 从全世界最危险的热带岛屿 请来的 所以怪不得巧克力工厂 没有工人进出 小矮人他们都生活在工厂里 但听说这里的一花一草 全都是可以吃的 贪吃的小胖忍不住了 趴在地上狂啃草皮 接着他弯下腰 想喝河里的巧克力酱 结果不小心掉了下去 然后一根巨大的吸管 将他吸去了另一个房间 小胖的妈妈赶紧跑去救人 就这样 他成了第一个被淘汰的小孩 其余的人乘坐着龙船 在巧克力盒上继续前进 经过一段激流涌进 大家来到了工厂的研发室 这里有各种各样新奇的玩意儿 有无论怎么舔都不会变小的糖果 还有吃了可以生发的太妃糖 但最夸张的还是这台新机器 他生产出来的口香糖 只要吃一根 就等于同时吃了三道菜 永远要真第一的金发妹 二话不说就放进了嘴里嚼 结果这个口香糖 其实还是个半成品 有很大的副作用 金发妹开始全身变成了蓝色 然后身体不断膨胀 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气球 为了恢复原形 小矮人将它推进了榨之间 第二个淘汰者出局 接下来是参观果仁间 在这里大家竟然看到 挑选和分类果仁的不是机器 而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小松鼠 这个被宠坏的富家千金 看到这么精灵的小松鼠 就想带一只回家 转头就让父亲给他买 可旺卡说 我的松鼠是非卖品 于是小女孩钻过铁栏 准备亲自动手去抓 结果这个行为惹怒了小松鼠 他们一用而上 将小女孩扑倒 然后紧紧锁在地上 这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小松鼠 只要敲一敲 就能分辨出哪个是坏坚果 他们把富家千金围起来后 其中一只敲了敲他的额头 嗯 果然是个小坏蛋 然后就将它扔进了垃圾槽 小女孩的老爸赶紧下去救人 淘汰者又多了一个 此时只剩下查理和小天才 他们继续跟着旺卡 进入了一个完全透明的电梯 这架电梯很神奇 可以上下左右甚至斜着跑 旺卡按下按钮 电梯搜了一下 就开始不停穿梭在巧克力工厂的各个地方 他们看到了软糖雪山 棉花糖生产间 还有漫天的烟花泡弹 相当壮观 紧接着 电梯来到了电视间 所有人先戴上特制的防护眼镜 他们即将参观工厂里最新最伟大的发明 电视巧克力糖 这是一个装置 可以将巧克力传送到你正在看的电视节目里 如果想吃的话 只需要直接伸手去拿 小天才觉得简直扯淡 听起来根本不科学啊 小天才的巧克力在强光的照射下消失 接着就出现在了眼前的电视里 查理大胆的伸手进去 居然真的将巧克力从屏幕后拿了出来 打开一场 果然是同一块巧克力 见证了这个神奇的发明 小天才却怒了 这样跨时代的产品 本可以改变人类的未来 现在却这么无聊的被用来传送巧克力 接着他激动的冲进了设备里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到强光之后 小天才也被传送到了电视里 不过现在的他已经变成了迷你小步点 但传送期的效果是不可逆的 威利旺卡建议把他送到拉太飞糖的机器里 重新拉回以前的大小 而这也意味着 查理成为了最后的幸运儿 赢得了威利旺卡的神秘大奖 他们先乘坐着电梯一飞冲天 降落回到查理的家里 接着旺卡宣布 自己的巧克力工厂就是这次的神秘大奖 意思就是他要把工厂送给查理 让查理做他的接班人 查理高兴坏了 正憧憬着和家人一起住进巧克力工厂的美好未来 但这时旺卡却说 只能他单独一个人住进去 因为旺卡觉得家人就是累赘 他虽然是一个天才巧克力发明家 可却和家人极度不和 因为老父亲是个牙医 而他从小就希望从事跟巧克力有关的工作 因此旺卡很小就离家出走 再也没有回过家 但对查理来说 家人就是他的一切 为了不和家人分别 查理果断拒绝了这份大奖 旺卡听到后 首先是感到震惊 居然会有人拒绝这份大礼 可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信信地转身离开 有意思的是 这件事后 查理全家人的生活开始渐渐好了起来 而威利旺卡却因为这件事 再也没有心情制作巧克力 一天查理再次与旺卡相遇 对方问他 怎么才能让心情变好啊 查理的回答是两个字 家人 于是他们再次乘坐电梯 回到了旺卡阔别多年的老家 老父亲依然是一个牙医 并且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儿子 家里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新闻报纸 父子两人重归于好 旺卡也终于感受到了清醒的温暖 故事的最后 查理还是得到了巧克力工厂 因为旺卡答应了他的要求 将查理一家都搬到了里面 从此他们一起过上了幸福生活 这部如同童话一般的电影 叫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表面上看是查理获得了大奖 但其实得到真正大奖的是威利旺卡 因为他得到了家的温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 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